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园区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 总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 根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 白水江园区共有野生大熊猫110只 均分布于海拔1700米以上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大熊猫野外种群动态 园区内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监测 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近日工作人员开启了今年首次监测工作 在本次的监测中不仅有66条固定线路 还有21条随机样线 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路工作人员 进入了白水江园区核心保护区 开展四天三夜的监测工作 在野生大熊猫生活的区域里 开展动态监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需要爬山过河徒步行进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 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陆南市文县留家平乡的深沟村 那这里也是我们进山的第一站 分发好睡袋食物等物资 由护林园和白水江园区工作人员 共同组成的监测队伍 开始向大山进发 在87条监测线路中 这条线路最短只有七八公里 但由于坡度较大 花了一个半小时 大伙才走了一公里 山路不比我们平常走的路 因为它绕的路比较多 一步要顶五步 进入核心区后 监测队伍抵达了一处有泉水的地方吃午饭 邻区禁止携带火种 这几天大家都只能吃干粮 短暂的修整结束 大家继续上山 在海拔1700米左右 野生大熊猫的食物 竹子开始增多 队员们说 这也意味着真正进入了野生大熊猫的家 我们这个沟蟹 有两大的主食园 一个叫青川建筑 一个叫缺包建筑 这一丛 它是一个丛生的 叫缺包建筑 缺包建筑也是大熊猫都要吃的 现在到了海拔快2000的地方 我们见到另外一个竹子 叫青川建筑 这也是大熊猫喜欢的 而且它青川建筑发的锁 相对要大一点 所以大熊猫也是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主食主之一 现在这一片就相对于比较茂密了 对 那这边是不是意味着 它这大熊猫的也会在这个地方有大几句出现 这一个活动范围 它有可能也会出现 现在咱们基本上就到它院子里了 对 马上就到它的大厅里面 客厅里面 赵英赫告诉记者 之后他们还要去测量野生大熊猫 主食竹的平均高度 分布经纬度等 然后做成表格 方便做研究分析 并对竹鼠对竹子的影响 进行实地查看 那么在进入野生大熊猫的院子客厅后 大家又有了哪些新发现 我们继续来看 当队伍继续前进了一个小时后 走在最前面的队员们有了新发现 现在走到了海拔2200多的这样一个高度 现在前方传来消息说 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这上第一天 熊猫粪便 这是个成年的 成年的熊猫 为啥从这个粪便上能判断出来 它是什么成年 小粪便 我们分一个 大粪便和小粪便 它这个是相对是成年来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竹子 它这个筋 是相对要 纤维要粗一点 所以算是一般是成年 熊猫来吃的 看它一个吃的一个竹子 然后它应该是去到从这下来 然后到这水源点是 河水来的 因为周边这我看了一下 它没有这个对这个竹子 啃食的一个状态 都没有破损 所以说它应该是个过路的熊猫 我们的熊猫应该还在里面 它不可能再往外围走的 外围走相对来说竹子要少一点 一般都是这都是边缘 所以说咱们今天说明熊猫到这里来 说明它的活动范围 还是在不断地往外扩展 在增强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除了大熊猫的分辨之外 大家又发现了大熊猫 在这里活动的另一个证据 随后队员们再次看到了 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的粪便 这让大家感觉更加惊喜 这个 重点应该要成就一点 它已经 它是相对要分坏的 这是它的一个猪肝的部分 猪鸡 这个刚刚跟我们看的是 相对纤维要更粗一点 咬结相对更要长一点 你看这个咬结可能有个三厘米左右 所以这更判断我们刚才的这个熊猫 不是单独的一只 不是单独的一只 我们刚才前面看到那两头粪便的熊猫 是相对年龄 这还有这个 年龄不得的 这就 重复说明了 它们是两只熊猫 你看 我们又发现了两个青团 摸一下 对 这就是 这就像类似于竹竿那样的 对对对 你看 这个 竹竿 它吃的是这个猪叶 这个相对于吃的猪叶 还有这个 小的这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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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咱们拿起来对比一下 你看 类似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 筋啊 这个也可以吃的这样的 所以它的我们就说的咬结 咬结的长度 来判断它的一个年龄的大小 通过这个咬结也判断了出 这个熊猫的健康状况 从它的这个咬结 比较整齐 这说明了 它那个牙齿非常的完整 它没有磨损 它的一个长度 都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它的一个健康状况 是特别健康的 对野生大熊猫进行动态监测 除了要通过各种痕迹 来判断健康状况等 还要对半生动物 生态环境等进行监测 而这些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 监测队伍能否找到野生大熊猫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往山里走 通过监测队伍这几天的记录和测量 数据显示 这条监测样线上的生态系统 保持着良好状态 干净的水源 漫山遍野的竹林 为野生大熊猫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环境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因为野生大熊猫警觉性很高 没能亲眼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这条样线上 一共布设了两台红外相机 储存卡是去年11月底更换的 接近五个月的时间里 拍到了哪些野生动物 里面是否有野生大熊猫 取红外相机数据的过程 就好像开盲盒 让大家非常期待 这已经是到我们的第一个相机点位了 然后是我们布设的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是有 大概是有动物活动过的痕迹 你看咱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受镜 它这是经常在这沿路 会从这经过 你看应该我们会配到大熊猫 因为这有一坨它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个 风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相机 我们其实也很期待 期待一下看有没有 跟开盲盒似的 大熊猫看有没有 你看现在是一个 这是拍到的 这是一个 毛关鹿 对你看 这是泥牛 这是泥牛从这路过了 这也是个 摩关鹿 哎野猪 哎大熊猫 大熊猫 大熊猫 你看有有有有有 对 是吧 这是一段视频 对你看 应该还 这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 对 这是在冬季的时候 它过冬的时候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哎 大熊猫 这个漂亮 是吧 你看 对 头圆圆的 它在身上全是雪 看一下 哎 漂亮得很 咱们今天是确实来的 来的直了 能拍得到 不容易 实体是见的特别少 但是咱们每一次 能看到这个红外相机里面 大熊猫猫都特别激动 感觉这一套 你看心情呼呼上来 来的确实直了 大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忙完红外相机数据采集工作 一场雷雨夹杂着冰雹突然袭来 十多分钟后 趁着雨势稍微变小 大家立即冒雨赶回营地 顾不上换湿衣服 赵英赫又打开电脑 把储存卡里的数据全部导入进去 哦 这就是那个 全满脸的雪呀 看一下 你看满脸的雪 这个雪摩扎 好 听说 你看 哎呀 这是一个成体 应该是 这是一个成体 嗯 很大的 嗯 根据它这个体态来讲 还是一个身体状态是比较健康的 野生动物的 它的一个活动痕迹范围 在不断地校外延伸 说明我们的人为干扰而破坏 确实是不断地在减少 然后呢 植被生态也在不断地在变好 我们的价值就要体现在这个 我们搞好这里的森林资源保护 大群人物种的保护 还有这里的山山水水 看到这里呢 我感觉到我们也很值得了 也感觉到我们也有价值了 谢谢大家 等会儿 分享